温暖的阳光 照射在绿意盎然的土地上 滋养着万物蓬勃生长 坐落于台南市归人区 隶属于海涛法师慈悲之业 中华护生协会的八戒护生园区 从高空俯瞰其四周的环境 映入眼延近视绿油油的田地 以及枝叶繁茂的林木群 八戒护生园 即位于青山绿水之间的广泰平原 风景秀丽 五色风马旗随风飘扬 让依靠在竹林旁的八戒护生园区 更显其生机勃勃 占地1400多坪的园区中 收养了包括104只的狗 以及171头猪 简单地将园区分隔为两个区域 从门口望去 右边是猪之门的活动空间 左边则是狗儿们的生活田地 两者虽属不同物种 却能安逸地生活在一起 如一座安乐的大家园 稍稍接近围栏 狗儿便奋力摇尾 伴随着死起比罗的叫声 热情的招呼从未减断 展现出活泼的甜性 有些狗儿或许是因为未曾蒙面 显得有些退却 羞涩体蜷缩在角落 然而更多的是眼睛透露出渴望关爱的眼神 使人发起怜悯之心 在园区工作人员们细心的照顾及呵护之下 多数收养的狗儿 渐渐恢复丰硫丽的体毛 以及健康的躯体 并恢复与人亲近 当伸手轻轻抚摸它们 便能得到狗狗们热情的甜手回应 而在另一边 猪圈通风的设计 为猪肢们挡住酷热的阳光 驱走不少熟气 猪肢发出的声响也不分旋置 有的悠闲地躺卧在角落休息或睡觉 享受着午后的微风 有的则好奇地张大眼睛望向来外 看见来人便摇着尾巴 并举起短短的鼻子 似乎与人亲近地打招呼 令人深深感受到 不论是猪狗虽然属于动物 却也能流露出与人浓厚的情感交流 及灵性之会节 为了提供八戒护身园区 动物们安稳的生活环境 除了感谢海淘法师慈悲的大爱外 也要感谢工作人员们 秉持着佛陀的教法 用爱心来灌溉这片大家园 为了让此殊胜的慈悲善行 深深不息 以及所有动物们皆能与此安享晚年 并且永续经营八戒护身园 这片动物们的亲近乐土 中华护身协会广邀您一同加入护持的行列 让无数刀口余生及遭受遗弃伤害的动物们 皆能在八戒护身园区里获得重生 实践佛陀爱护一切生命的慈悲本怀 更成就救护身命的伟大功德 护持华佛帐号 42138483 42138483 护名中华护身协会 护身华护身协会 护身协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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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